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教皇你好 还有各位华府的听众大家好 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可以访谈老师 因为大概几个礼拜前我在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训上 读到老师的一篇主题文章叫做普世宣教的典范转移 那我读了之后就很兴奋 一方面是我自己想要了解更多 所以就厚脸皮的就约邱老师说 有没有可能做一集访谈 另外一方面我也是觉得说 今天很多华人教会我们开始对宣教有这样的意识 也开始有这样的关心 但是特别是穆斯林的宣教穆宣 但是往前走的时候 似乎有很多很宝贵已经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一些讨论 我觉得可以成为我们很大的帮助 所以今天邀请到邱老师 但是在我们开始进入到今天很丰富的内容之前 我可不可以请老师很简单的花个三五分钟分享一下 老师自己是怎么走上宣教的路 以及为何又如何成为一个宣教学的老师 好的 我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那时候在密西根大学 主修光电工程 做镭射研究 那么当时1991年 上帝给我一个很特别的梦 完全跟我的生活 还有求学的内容没有什么关系 那个梦里面 我看到一个海报 那张海报好像 边缘像火在烧 就是很紧急的一个 一个召集令的感觉 然后上面 用一种我不认识的文字写的 所以看起来有点像俄文 因为有那个Syrilic Alphabet 俄罗斯的那个字母 但是有两个条件 就是好像一个真人启示 那这个条件我确实看得懂的 他说我要找一个人 第一个条件是他要是有农业背景 那第二个条件是要有 要是学电机工程的 那么 那这两个条件刚好我都符合 所以我当时我觉得非常的纳闷 我醒来的时候我就问主说 这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在那个梦的前半段 还有一小段是我 我看到我的房间里面有一堆书 都是雷射光电方面的书 上面站了一只老鼠 老鼠穿着博士袍 带着博士帽 打红领节 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 一开始觉得很可爱 可是后来感觉到老鼠好像是在偷窃 他的本质就是偷窃 所以好像在偷窃我的生命 那后来后半段那个 那个海豹的梦呢 就就引起我的注意 可以醒来的时候 我就不断的寻求上帝 后来上帝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引导 那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开端 所以所以老师到美国读书 然后好像就像很多华人一样 我们有机会在亚洲读完了 到美国深造 那不论是要留在美国 美国梦还是回到亚洲打拼 但是好像上帝透过一个梦 开始让老师有一个意识 好像上帝对老师的生命 有一个不同的带领 那后来后来的故事又是什么 那后来我回来台湾以后 就是那个梦一直困扰我 那尤其是 我知道那个是跟宣教有关 三号我知道 我一开始觉得可能是要去俄罗斯吧 因为就是有很多俄罗斯的字母 我1994年的时候 回来在中央研究院工作 那当时就是有一次去教会的时候 刚好有这个中信在办海外宣教的一个短宣 那上面就是写俄罗斯意向之业 那当时我的太太就提醒我说 事情好像真的在发生啊 然后就是讲这个梦的事情 那当然后来还有很多的这些圣经的引导 那1994年我报名参加了这个 西伯利亚的短宣 然后就整个改变了我的一生吧 整个方向就后来就做了一个很大的调转 是是 所以老师后来就踏上宣教的路 后来当然回来我是先读华神了 就是需要装备 然后教会的长老希望我至少有三年募会的经验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我们教会很小 那就边读华神边募会 那毕业以后又募会了三年 然后才加入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 OK 那这个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 其实后来也是有一点印证了 我到很多年以后才恍然大悟 就是当然我们做的事情就是 把圣经翻译成这个少数民的语言 那那文字我当然是看不懂的 是 对所以后来我后来加入了威克里夫 没有去俄罗斯 去了菲律宾 OK 然后又回来做了六年的这个总干事 那就是就是变成上帝引导我有一些不同的参与 是 做了少数民族的圣经翻译 然后后来也做了菜会的主要负责人 然后参加了威克里夫国际董事会担任副主席 是 那后来我们又去泰国做一些宣教士的培训 所以就是一路走来上帝就这样引导了 是 老师那题外话 在我们进入到主题之前 其实老师刚才提到说 你在预备去宣教前先募会了三年 那我觉得这也是今天很多年轻人 特别是年轻人对宣教有负担的时候 会面对到的一个两难 就是到底要把握年轻 这个赶快出去 还是要先在地方堂会有一些牧养的经验 那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好像时间就是就过得比较晚了 可能学习能力 语言的能力 诗英文化能力也下降了 可是好像牧养教会的经历又很重要 那两难当中很多年轻人其实很困惑 甚至其实包含很多教会的领袖 在想怎么去引导年轻人走宣教路的时候 也会有这样的困惑 我当然知道一定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但我也想听听老师 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见解 我想如果他是比较早信主 甚至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的 那他已经很熟悉教会里面的各种服饰 那我觉得他有了呼召 也接受了这个装备以后 其实可以不用留的太久 那如果是这个第一代的信徒 他对教会牧养各方面不是那么有概念 就像我个人的这个经历一样 我是26岁才25岁26岁才 那么所以那段的牧养教会 其实是给对我有帮助的 一方面是让弟兄姊妹更认识我 那一方面是 我真的就比较能够了解牧者的挑战 还有整个教会的建立 会经过什么样的阶段 那所以我大概会给 这个因人而已 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是要做跨文化宣教 他越早进工厂 在学习语言上面会比较有优势 那我后来在华城开始的这个宣教硕士班 我们叫跨文化研究硕士班 其实就是希望把这个两者结合 然后让那个旗程稍微缩短一些些 是 一方面让教会的牧长或者弟兄姊妹 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弟兄或姐妹 他是很清楚的宣教呼召的 而不是像读一般的道朔 那你到底是要牧会还是要宣教 还是要什么 是 谢谢老师 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 其实我2018年回台湾之后呢 带的第一对神学生夫妇 就是老师推荐的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在老师的推荐信里面 其中一个老师的推荐是 希望这对夫妇这对学生将来有机会 也能够完成宣教的旅程之后 也能够回来继续的培育宣教的人才 所以那这对夫妇现在也在预备要出去 所以就想到这段往事 所以就多问了一句 那老师我们其实今天要谈的这个题目内容很多 那老师就看你可以讲到多少就讲多少 但是我们时间大概就一个小时左右 但是我们大概要谈三个很重要的学者跟他们 其实这三个人不只是学者 他们也是个practitioner 就像老师一样 他们也是有宣教经历的背景 他们不是一个在学术的上亚塔里面 做学术的学者而已 那第一个就是老师在普世宣教的典判转移 这一篇文章当中提到了 上一个世纪很重要的一个宣教学者 叫David Bosch 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更新变化的宣教 那这本书里面其实真的 很厚的一本书 我记得我是大学的时候读的 那里面就提到说宣教的典判其实不是只有一种 在两千年教会的历史当中 其实有好多种 那这个其实是对当年读大学的 我是一个很大的开启 是因为小时候我想到宣教是想到的就是 18世纪19世纪西方宣教的典判 一个白人远渡重洋来到亚洲 然后穿着当地的衣服 然后学语言 然后做宣教士 可是当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才发现 其实如果回到两千年教会历史来讲的话 有不同的宣教典判 可不可以请老师很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有哪一些宣教典判 以及对当代华人教会的意义到底又是什么 那本书的确是旷世巨著 不管是宣教神学或是宣教历史 或者是一些宣教的一些思想 起到蛮重要的指导作用 那他里面提到的这个paradigm shift 就是典判的转移 从初代教会 他讲说马太是以培育门徒 作为宣教的一个典范 那的确也是从他的大使命 或者是这个28章的经文 都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倾向 那路加福音 路加是个医生 特别关注到人的身体 或者是贫穷 或者是社会上面的这个弱势 所以他就例行这个饶恕仇敌 跟爱这些弱势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在谈他的宣教 是 使徒行传里面也不少 那当然他还讲到 这些比较是属于 属于圣经神学的领域 但是等到这个保罗到罗马帝国 这段时间 他就是 你会看到他非常的迫切 好像那个主再来 很快就很快就到了 所以他不愿意在别人 已经建造好的根基上面去侍奉 他要去那个还没有教会设立的地方 所以这个David Bosch就说 保罗的典范好像就是要尽力的去邀请人 进入这个末世的群体 因为末世快就到了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后来 后来其实还没有 还没有那么样的迫近 因为后来又经过了这个 这个使徒教父的时代 以后这个康玛帝国 还有中世纪天主教的时代 那我觉得我们因为是属于 比较是属于福音派的这个教会 或者说我们所谓的福音派 其实也包括灵恩派 比较多是在洛桑这个平台 那我们比较是在这个宗教改革以后的典范 信主的 所以我们经历到的其实比较是改教时期的那种典范 我们非常看重这个重生得救 我们很看重我们信的内容 我们看重写经讲道等等 那这个其实是已经到了宗教改革的典范 就是他这个David Bosch一直都用 一节经文来代表那个时代的典范 所以我们的典范比较像是 就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我们很看重福音的内容 我们很看重信这件事情 那其实在那个之前将近 一千年的这个中世纪的天主教时代 其实他们用各样的方法去把义族纳入这个神的国度 David Bosch就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三解说 就是用耶稣的那个比喻 好像一个国王他要办大宴席 然后去外面去勉强人进来 所以他们是不惜用武力去征服 那你被我征服了 你就归我管 那不管是军队或是派这些殖民官去管理 那当然同时就会派神父修女啊 或修士等等去去教化 所以这个是蛮蛮符合天主教的这种典范 因为我以前在菲律宾宣教 他们他们的都市计划一定都是 到一个城市他们中央就是一个一个教堂 然后会有医院会有学校会有篮球场 所以他在想一个教会的时候 他比较想牧区的概念 OK 我就记得当时我去一个 跟一个天主教神父 我去做人类学的调查 调研 我问他说你的教会有多大 然后他说我的教会大概有多少人啊 他说大概三几万人嘛 然后我看看那个座位 我就想说你在开玩笑吧 因为完全用我们这个更正教会 概念完全不一样 对 那他觉得他你问我教会 他想的是他的perish 他的牧区 对 那所以这些典范的转移 一直到后来这个启蒙时代 启蒙时代就带动了整个的这个 这个西方的这个工业革命啊等等啊 那比较熟悉的你刚刚说18世纪开始 其实那个是西方在他鼎盛的时候相对亚拉非三周 他们不管是在科技啊教育啊法律啊艺术啊各样的领域都是遥遥领先的这种状态 所以他们说呃我们的宣教使命就是要使人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嗯那结果那个那个意涵就是好像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就是西方生活的方式 那也包括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啊 所以后来其实是造成很大的呃正作用跟副作用啊 嗯正作用就是提就是让让全球有这个现代化的的这个科技可以享用 嗯那副作用就是基督教就就跟这个跟这个殖民主义还有西方挂钩啊 很多地方都会觉得基督教就是洋教啊就是西方人的宗教啊 是那那一直到我们20世纪下半夜我们那个殖民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民族主义兴起 嗯那大家才慢慢发现说文化跟福音是是需要有一些区隔的嗯嗯 你把福音带过去应当是像种子福音的种子带过去而不是把盆栽那连树连那个盆子什么文化的这个外壳通通带过去 嗯那我们现在在21世纪其实已经是呃各个国家慢慢都会发展出他的典范 然后不管是在自己的呃国土里面的宣教或者是像第三世界或者亚纳飞现在呃开始在拆派宣教士嗯 所以他们展现出来的面貌呃有一些是强向弱呃就是高向低但是也有一些像是弱向强的呃这样子的典范 所以我们现在是呃后现代呃呃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一个一个时代啊哇 啊谢谢邱老师我觉得很快的时间把这本书呃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其实老师就提到说Bosch谈到其实在初代教会啊圣经写成的时候呃马太路加保罗 他们当然不是说他们是呃宣教官是对立的但是就有三个不同的emphasis强调点 马太强调的是以培育门徒来宣教那路加使徒行在我们看到的是呃除了高举基督之外 他们也很看重对于弱势的关怀呃对于饶恕丑敌对于人际关系社会正义的关怀 而在保罗的宣教官当中似乎有一个迫切感就是说呃基督快要再来了 所以我们要赶快把啊福音带到还没有听闻福音的地方 那其实在初代教会就有这三股的力量那在往继续谈谈谈下去之前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说呃 呃那那其实今天很多时候这我们在谈宣教的时候也是有一种呃迫切感 就是说觉得说呃基督快要再来了所以我们要赶快努力 但是也会听到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已经讲了两千年了都还没有再来呃 呃这个这个用这个方式来来动员宣教呃会不会让我们又再一次失望啊 或者是我很好奇老师我相信老师在推动宣教的时候或者是一定一定遇到呃 不知道有没有人那么直接啊就是就是提问啊但是一定有些人会有这样的心里有这样的疑问 就是说呃我觉得这个迫切感是真实的是因为保罗也是有这样的迫切感 可是呃基督还没有再来也是呃也是一个reality啊 那那那到底这个这个这股张力要怎么去回应呢 或者是如何不进入到另外一个极端是啊反正不会再来干嘛那么急 就好像就失去了那个迫切感这好像这也不也不应该是出路 所以迫切感跟基督还没有再来呃这当中到底要怎么样去保持一个健康的张力跟呃 跟力量往前走呃呃我分两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啊 好因为呃通常教会为主体在推动宣教尤其是中派为主的 他们比较会呃希望能够在呃不管是在本地或是外地去看到自己中派的这个这个教会建立啊 有时候人家会会调侃的说这个好像是插棋子是是是我的这个中派的这个旗号呃那但是这个动机也无可厚非啦 就是说他他尤其是在本地呃或是比较自由的地区在传福音的时候呃的确这个会给他们一种积极度跟迫切感嗯呃但是中派中派教会在推动宣教的时候 有时候会呃会有一些他们比较着重的点那通常也比较在稍微自由开放一点的地区会比较有效嗯那么呃相对来讲这个拆会在推动的他们比较以使命呃尤其是为得知名啊呃这些特殊的需要作为他们的强调点因为他们就比较必须是vision driven就是我设立这个这个拆会 或是这个这个机构他他通常都是以一个意向做开始然后啊vision mission然后core value啊就是我我是什么样的意向在推动我然后我要做什么啊那个在宗旨里面要定得很清楚呀那呃所以他们也比较会用这些呃这个耶稣在在来之前啊这些这些民族怎么几千年的都没有人关心到是是是我们讲讲这些 这个耶稣第二次再来那他们连第一次再来都不晓得是这样我们讲的过去吗是是呃我想这个就是呃应该是呃两个需要需要有一些平衡啦呃呃那我们在宣教新世语里面常常会讲到会众架构跟使命架构呃 教会整体的这个信徒的增长啊因为他们会觉得我要使他们做主的门徒嗯然后在在我上帝设立的这个教会里面做光作严这个是他们最最大的优先是那么呃我觉得呃呃我觉得 但是宣教的宣教的使命如果能够教会跟拆会多一些的连结然后把教会的一些呃优秀的人才拆到真正困难挑战的地方啊这个一方面可以给教会带来呃视野的开阔嗯然后也会让他的宣教是越做越大而不是越做越小嗯那这两方的连结我觉得是我比较希望看到的是呃一方面 一方面他不至于就像在教会里面久了我们比较看到四面墙或是自己国家里面的 以至于就慢慢就就觉得那遥远的地方跟我没有关系嗯如果一个教会他又可以着重在呃自己的本地然后又同时有拆拆一些上帝呼召的人去做一些你平常不会想到的的那些人群那些族群我觉得那个那两个平衡是会让呃呃 呃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呃处在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张力当中是是是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呃华福的那个概念里面怎么样做使命门徒啊嗯啊我觉得是是呃 异曲同工啊啊就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跟异象是是谢谢老师所以我听到的是呃好像呃跟处境有关在自由开放的地区其实堂会中派可以用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啊来推动职堂啊透过职堂来宣教啊但是到了到了一些地方这些艰困地区 特别是基督信仰是被逼迫的是不能公开聚会的呃其实这种在自由开放地区能够使用的宣教策略大概就有困难而上帝这个时候也使用啊不同的拆会啊在过去几百年当中啊以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方式以使命为聚焦所以他的重点可能不是某一种组织中派形式 而是以使命为目标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的堂会其实那个就是看上你怎么带领以及跟当地处境的互动但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刚刚我听到老师提到的是这两者不应该是对立的啊就好像啊教会不应该呃只看中自己本地的需要而忽略了啊其他的没有听过福音的的地方的需要但是另外一个极端可能也不应该是只派少数人去关心呃远方的需要却对本地大家完全不关心 那那其实这两者都是都有点可惜是看到一个重要的面向但是没有看到其实两者都需要而事实上如果教会堂会在本地就看到福音的需要甚至是呃本地跨文化福音工作的需要的话呃会不会本地就是一个很好的培育呃鼓励出有更多的人愿意到远方的一个摇篮而不而那不是永远只是少数一些所谓的我们以为属灵精英 才会被护照做的事情而是我们众人都随时都有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预备但是到底上帝要拣选谁去去到远方其实那个是上帝的主权那个也不是人为的操控所以我听到的是其实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一种相辅相成的宣教策略跟宣教观啊包括拆会跟地方堂会之间 嗯呀那我想那个就是一个心中的纯正还需要手上的巧妙嗯啊所谓手上的巧妙就是说呃因为呃更正教里面呃就是比较会呃发展成各自为正啊啊然后有时候一个堂会里面的长职会就有非常大的权利嗯啊他有时候就好像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然后他就他就一个一个意见就就推翻了以前 这个宣教策略或者是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呃可能地方堂会需要在那个章程上面要把他落岸要把他用一个办法啊不能够让让一两个人他他等到他掌管执事会或者是掌执会呃意见很强那就是说我们对远方没有兴趣我们也不要把钱浪费在那些地方所以这个其实是是需要需要在呃做做 本地跟呃远方啊或是卫德之民这个当中嗯要怎么平衡我觉得那个平衡很多需要把它变成一个治理的模式是啊把他用法令把他定下来是啊那我觉得那个那个台北新有堂或是或是是把新有堂新有堂的系统我觉得做得相当好是我我很喜欢的一个典范对嗯啊谢谢老师我觉得跟老师这样聊下去我们今天要谈的内容一定聊不完啊因为 因为其实刚刚老师也提到说除了初代教会的这三个典范之外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般华人教会所比较熟悉的是啊西方教会的这个这个进入到了进入到这个所谓的中世纪罗马大公罗马教会的这个时期的时候的宣教典范可能是啊路加福音14章23节要啊天国的宴席要勉强人进来啊所以可能会用一种比较啊各样的手段甚至我们今天看起来会觉得哇那根本就是一个暴力的手段一个不一个一个一个 不公不义的手段啊但事实上我们也不能说那都是天主教的事情啊因为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新教的宣教我们也我们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啊当西方这个西方啊强大的时候啊也我们也我们我讲我们的意思不是我是西方人而是说我们都是啊整个两千年大公教会的一份子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啊切割说哦那是他们的错不是我们的错啊我觉得我们都是大公教会的一份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啊也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那进入到宗教改革时期啊老师也提到罗马书一章十六节福音的大能这变成是我们的宣教典范其实老师刚才提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感同身受啊因为你如果问我的话啊这段经文的确是我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啊那我在各地不论是谈宣教谈福音谈门徒训练啊大概都会回到核心的这段经文所以可见我的骨子里是也很受到这个这个改教时候的这个新教的宣教典范的影响 而到了十八十九世纪啊西方在文明的所谓文明这样两块西方在他们啊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的巅峰的时候可能那个宣教的典范就是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一不小心啊好处讲就是啊宣随着啊福音的宣教也带来当地生活的改善但是负面来讲就是一不小心我们就把啊福音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 等同于以欧美啊为样貌的生活啊或者是欧美的标准才是一个所谓的符合神心意的标准啊那一不小心做了这样的啊混淆之后今天我们都在面对啊这样的难题就是包括在很多华人的地区讲到基督教就以为那是就会说那是洋教啊那是这个西方的宗教那会不会也是因为啊过去这个宣教典范带来的一个副作用那当然我们刚刚没有时间谈到的啊就是 这个除了西方教会的传统之外还有东方教会啊这个啊这个西方希腊东正教以及整个正教会啊带来的这个传统但是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读啊更新变化的宣教这本书我想我们也需要了解东方教会的传统其实对我们包括今天的今天的新教某种程度我们也是延续的西方拉丁教会罗马天主教教会的传统当中被reform对但是我们啊对东方正教的 理解还是非常的有限啊那但是时间的关系大概真的没有办法往那个方向再谈下去了呃那下一个话题想要跟老师聊的就是今天的呃全球教会在谈宣教特别是华人教会在推宣教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呃过去可能在1974年的洛桑福音大会提到了有这个威德之名的很多群体那大概在90年代呃许多宣教学者也提出来十四十之窗 就是在这个北纬就是在这个北纬十度到四十度呃呃中间呃大部分的威德之名的群体是在呃这个范围当中的那而当我们继续去看这个十四十之窗就发现其实大部分这些威德之名的群体很多是集中在呃穆斯林的呃所在的地区 那随着呃这个90年代大家开始看重到这个到911事件21世纪初的911事件似乎人们对穆斯林群体呃特别对基督徒而言有一种很很很情会会有一种很有情绪的反应不论是迫切的渴望赶快把福音带给穆斯林还是把穆斯林视为是呃好像是这个极端主义的代表呃但是我们都知道说任何一个群体 都有极端温和都是个光谱呃不不应该是那么粗暴的划分说穆斯林就一定是怎么样就像很多人也会觉得基督徒很反制啊基督徒很很怎么样大概我们大概不能够很粗暴的这样划分那因此呃像穆斯林见证福音变成是在过去十几年呃全球的教会包括华人教会开始呃开始这个看重的好那那呃老师在这篇宣教典范的 转意当中其实提到说其实在整个穆斯林群体当中也是有一个光谱的啊那你特别引述了啊John Travis啊这位宣教学者他的著作我后来发现John Travis也是我以前在Fuller的老师啊我修过他的课他跟Charles Craft那个时候开里门课叫Power Encounter啊就是全能的对抗那但是我后来他明白说哦原来John Travis不只是教Power Encounter啊他也教很多其他的课程那老师就提到John Travis提到从C1到C6 呃一个光谱的穆斯林可不可以请老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一般想到穆斯林群体都是一个很单一片面的呃同质性很高的群体但是其实根据John Travis的研究跟很多其他学校学者其实穆斯林群体内部是非常多元的所以可不可以请老师简单的介绍一下好那么John Travis这个这个C1到C6那个C就是contextualization嗯嗯嗯 就是所谓的处境化的光谱嗯嗯嗯那这是延续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啊那个宣教典范的转移所以那个C1就是说嗯把把这个穆斯林背景的信徒从他所属的群体跟文化群体当中拉出来啊进入到一个西方式的教会那有些时候因为逼迫太太厉害甚至会被杀所以宣教师就很好就把他们送到 啊美加纽奥到到自由的去那这样的话就是他完全没有办法影响他原来的群体嗯嗯啊那么所以有些人就开始觉得说我们可不可以靠近一点靠近他们的文化的光谱一点嗯那C2的话就就开始会有啊用阿拉伯文啊或用法西啊用当地的语言来敬拜啊然后容许啊他们的服装容许一部分的他们的风俗嗯嗯啊 就是你把这个光谱一直往右边推嗯到C3C4就是你容许那个文化的这个因素元元元元素有更多的进入啊教会里面啊嗯也甚至不需要有西方的乐器或是教堂在家里面坐在啊地板上面然后甚至用南京的架子的那种方式把圣经摆在上面是那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象 那种的光谱那那John Travis就说啊推到最极致的C5C6就是有一些人都说那我不需要离开清真寺啊我就在嗯但是里面一起敬拜但是我是在拜耶稣而不是拜拜这个阿拉或是穆罕默德嗯那所以他就产生这些这些的光谱那嗯嗯有不同的光谱在不同的所谓的穆斯林的地区呃他都有他存在的价值跟 意义还有他的他的处境啊所以我们呃在讨论这个穆斯林归族或是穆斯林归族运动的呃这个这个时候需要把这个光谱放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就是他他不是单一的一种聚会形态OK是所以呃就是C指的是contextualization处境化的程度C1就是处境化最低的啊就基本上我们就是把我们所熟悉的教会的样貌呃 呃搬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建立当地的教会然后希望当地的穆斯林如果呃这个呃听文福音接受福音之后他们就完全的就是加入一个像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西方或者是这个呃东亚啊东南亚的教会形态但是C2可能就会慢慢的更多的处境化一点啊就是所以我们需要适应了解本地C3C是这个光谱不断的往外延伸之后到了C6 可能就是你完全不需要脱离你现在的宗教群体但是你知道你在敬拜的对象的改变啊那就那那就就就就就好了然后老师也提到说其实呃从当然这样一听下来就知道说从C1到C6各有各的优缺点啊那也也不是说我大概也很难indorse说哪一个是是绝对呃绝对正确的因为它跟处境也有关系你在有些国家你就是无法用C1你就是需要处境化啊但是在有些国家你明明可以很自由的 建立教会你你硬是要用C6啊可能会某种程度会让人觉得说这是不是一种宗教混合主义或者是一种高度的妥协所以老师也提到说每一个模式都有它的价值因为它的处境不同那那那我想我想请教老师就是说那我们经常听到其实呃穆斯林归族运动在过去这10年20年呃其实是一个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啊嗯 那很多的呃我们听到很多比如说伊朗的教会正在快速的增长啊对那那那那在一般像我们听到的时候立刻想到的就是是C1的模式在增长啊因为因为我们所熟悉的教会就是这样就是C1就是呃在一个比较能够开放教会自由存在的地区我们就是建立职堂职堂所以我们心中想到说穆斯林大量的职堂 然后变成基督然后大量的职堂建立宗派建立那我很好奇的就是说以老师的了解呃所谓的第一个穆斯林大量归族的这个呃运动是真的吗第二个是呃如果是真的它大概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呃我知道一定是有C1也有C6然后中间都有但是但是这个大量归族的背后呃是大概以什么样的形态在发展呃大量归族通常都不是人的人手所做的嗯跟跟 宣教士的小小的努力其实常常也没有关系是是是那个当然就是比方说1979年的伊朗革命嗯然后这个何美尼回到伊朗以后嗯推动的这种这种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的政教合一是啊的这样的国度那起初他们也很兴奋啊伊朗觉得这个就是把西方的这些毒素把它清除嗯然后建立一个 很伊斯兰的用Sharia law来统治的这样的国度嗯呃但是呃有点类似共产主义在统治他们的国国度的时候嗯呃就是这个意思形态强到一个地步的以后呃通常都会扼杀了老百姓的自由嗯然后变成一种非常律法主义然后精英主义的嗯所以最后那个那个几乎都会走向中央集权然后会压迫老百姓的生存嗯那那 当然当然当然这个呃伊斯兰里面的这个呃归族啊跟跟这样的压迫是有关系的嗯因为你真的要按照字面来实行Sharia law的统治的时候啊就是会会妇女的权利会一定会被压迫然后这些啊自由的思想大概都没有办法萌芽嗯那经济也会变得衰退所以这个呃老百姓呃到最后大概都会反弹 那反弹以后他们就渴望跟外界的呃外界来接触不管是透过网啊或者是卫星啊呃所以那那那一些呃尤其已经在海外有他们国家的侨民的这种地区大概就会首先发难嗯像像伊朗就是这样伊朗在1979年和美尼的这个革命之前他们留学生留留学呃美国的大概是全世界第一名的嗯 嗯第二名才是华人所以他们其实有非常多海外的影响那这些影响呃就会他们想办法去影响他们在伊朗里面的家人啊嗯那特别是后来这个ISIS伊斯兰国的成立其实也造成了呃这个广大全世界穆斯林会会开始怀疑如果这个就是伊斯兰教那我是不是信错了嗯那像这个都这个完全不是宣教士的功劳 嗯那这个是呃上帝容许他发生然后呃呃那个那个fundamentalism啊基要主义发展到一种极端连连他们自己穆斯林温和的穆斯林都看不下去嗯甚至阿斯哈尔大学他们就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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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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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们的这些努力 其实他们因为对古兰经也好 对伊斯兰学者在解释他们的圣训 他们的经典的立场 也很清楚 所以产生了另外一个层次的对话 跟我们一般宣教士 我们隐姓埋名 或者是说这个是创起地区 很低调的做法又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很多不同层面的 这个engagement跟宣教的 那这些部分我觉得是我非常佩服的 这些都其实在跟伊斯兰的宗教学者 产生这种对话 然后希望往好的方向 温和的方向推的 这方面的努力 我们广义来讲其实他也是宣教 但是就是说在基督再回来之前 大概不可能我们完全把其他宗教都消灭掉 这个也不大概也不是耶稣要的 我们还是会需要了解伊斯兰在信什么 佛教在信什么 印度教是怎么样 用他们的这个 spiritual discipline 他们的主灵操练等等是什么 那在这个对话的基础上面 我们去活出炎跟光 活出我们的这个基督信仰独特的部分 那那是另外的那个Martin Ackert 讲的那个CCAP的这个光谱 跟C1到C6又有不一样的这个光谱 是 对我觉得这些是我们下一个就是要聊到Martin Ackert 他的在谈到说怎么样 在与穆斯林交流的时候 从D1到D5的一个不同的方式 但是在往这边之前 其实就是我想recap一下老师刚才讲的 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穆斯林大量归族的运动 可能我们第一个人为的就是想问的是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做对了 可是老师的一个提醒是 大概不是我们做对了什么 大概也不是我们宣教策略很成功 或者宣教是在本地做了什么 而是其实背后是上帝的手 其实我们去看十五行传一开始五行节的时候 那就是上帝的手 那门徒只是在跟上帝同工 在上帝的工作当中被上帝所用 沉着这一波的浪潮 那老师的提醒是 第一个就是今天伊斯兰大量归族的这个运动 是不论是透过外在的国际政治的形式 带了造成的 或者是很多的document 其实都是这些穆斯林大量信主 都是因为异象异梦 他们在异象异梦当中 见到了异象 就好像老师这个被呼召进入宣教一样 也是经历了一个好像异梦 那他们就成为了基督的跟随者 所以这是一个大环境 那第二个老师也提到说 其实宣教有很多不同的层次 那我们一般想到的宣教的层次是 隐形埋名进到当地 然后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把福音传给他们 若是能够建立实体的教会就建立 若是不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 可是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层次 就是这个在学者之间的对话 或者是讲学者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像很学术 或者是基督徒知识分子 与穆斯林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 能够在一个这样的对话的基础上面 解释一个见证福音的机会 那老师刚才就提到说 其实谈到怎么跟穆斯林交流 Martin Arkett这个学者 其实也提到说 其实也有不同的光谱 从ABCD的D1到D5 那可不可以请老师也很简单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 那D1当然就是我们想要避免的 那这个叫做混合主义的 反正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个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等等 那这个是我们想要避免的 那第二种叫做coexistential 就是我们要共存 因为我们毕竟是都活在这个地球 那太多的这个宗教的这种军事用语 只是会带来很多的误解 尤其很多的术语 它是loaded with meaning 就是它 它其实你不是那个圈子里面 听到这些行话 其实是不太懂的 那你不太想要用自己的 原来的宗教的想法去解释对方 不论是圣战 或者是在圣经里面 把家那人全部灭掉啊什么 那所以那个部分是需要对话的 我在讲这个词的时候 它是什么意思 我在讲神的儿子 这个儿子不是性关系产生的儿子 而是那种属性上面的相等跟传承 那这种就是你共存 然后需要对话 把那些key term 要把它讲清楚 连着对方误解 另外光谱的右边 我们说polemic跟apologetic polemic是攻击性的 攻击性的就是像现在这个最具代表性的Jay Smith 在英国 然后他们常常跟伊斯兰的学者就大辩论 然后就出这个古兰经当中的错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是这个科普蒂教会的 这个father Zechariah Boutros 穿一个黑袍 然后有个十字架 用用这个阿拉伯文在步道的 那他其实也有他的效果 那那个效果比较是针对 就是说已经已经归族了 好像已经要要离弃伊斯兰了 那他他真的想要知道伊斯兰错在哪里 然后基督教里面到底要讲什么 所以他也有他的这个位置 只是不是最好 你如果不是有三两三 有很丰富的背景 我比较不建议朝那样的方向 就是攻击别人的宗教 那当然还有一种就是稍微温和一点 这个叫做护教 护教就是别人问我们 你们怎么拜三个神 我说不是啊 三位一体不是三个神 那是一位神 但是上帝的喜欢跟人同在 那他有 那个不是我发明的 是我们的经典这样告诉我们的 然后去解释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没把他讲清楚 这种是护教的 那Martin Arca讲的 他中间的那个叫做宣扬式的 宣扬式的就是不但对话 而且是跟当地的人 或者说借着各样的平台 不管是学术的平台 或者是这个扶贫 或者是做难民 或者是各样的平台去宣扬 然后每一次 不管什么样的engagement 都带着爱 让别人看出基督徒不是好战的 基督徒是真正活出耶稣的教导的 这样子的一种进入 那个是不容易的 就是你不能够被激怒 但是你又要言之有误 然后你要里外要一致 那个其实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 是 所以他那个D1到D5 就是从混合主义一直到攻击型的 然后冲到D3 就是所谓的宣扬式的 那这个就是宣扬式的 其实是在不同的处境都可以用 那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 其实很多穆斯林 他的信主不是我造成的 是上帝已经用一梦一项让他归族了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是门训 而不是步道的那个阶段 所以我怎么样对他 我怎么样带领他 一步一步的进入基督 那个丰盛的国度 那个现在是 很多在做墓宣的人的 这个着重点 是 所以老师提到D1到D5 那D1就是混合式的 有点像是我们讲的 就是说反正宗教都是圈人为善 所以基督教也好 这个伊斯兰教也好 我们大家都是其实是 不同文化产生的同一个东西 我们本质是同一个东西 只是在不同文化当中 有不同的形式 这个是老师说 我们需要避免的 那第二种就是共存式的 就是说我们可能 在同个处境当中 我们是共存 我们用着一个语言 但是我们可能想的是 不同的东西 怎么样需要去澄清 那举一个例子 就好像我在世界各地 去不同的华人教会 有一次有人问我 喜不喜欢吃海鲜 那我跟他说海鲜还不错 结果那一次的旅程当中 几乎每一餐都是去吃 港式的海鲜酒家 直到后来我真的说 我吃简单清淡的就好了 那就是因为 可能在他的语境当中 喜不喜欢吃海鲜 指的是喜不喜欢吃 越式港式的海鲜酒家 那我理解的海鲜是 喜不喜欢吃虾 喜不喜欢吃鱼 那我说 不论是鸡鱼客气 还是鸡鱼 所以我真的 我真的也蛮喜欢吃的 我说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就是带来一个语境的差异 那这个我们在跟穆斯林 在互动沟通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需要知道说 我们用了同样的词语 可是我们背后想的是 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那第三个就是老师 特别提倡的 就是一种宣扬式的交流 就是用我的话来理解的话 就是我们不但要讲福音 而且我们要活出福音 我们不但要传基督 而且我们自己要住在基督里 以至于人在跟我们的互动交流当中 能够在基督徒的群体身上 我们怎么互动当中 看到我们所传的基督 以及看到福音带来的影响力 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力 第四个则是一种护教式的 比较是说要defend 要捍卫我们的信仰 也有他的圣经根据 这个如果有人问我们盼望的缘由 我们要常常预备好 那第五个就是比较攻击式的 就是论战 直接公开的论战 那老师也提醒到说 他还是有他的价值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用这个进入的话 你要确定你真的了解你在讲什么 不然很多时候带来的负面的效果 可能比正面的还大很多很多很多 因为你一旦是曲解了或误解了 或者你不了解假装了解 被抓出来了 其实会对整个基督徒的见证 带来一个很负面的形象 就是基督徒是不理智的 基督徒是反制的 基督徒就是黑白看世界的 所以并不是说 我们一定没有任何的时候 需要这样的模式 可是大概不会是适合每一个人 大概不会是适合大众 而是你有这样的呼召 你有这样的训练 上帝给你这样的恩赐 你再考虑这样做 但是其实老师提倡的就是说 不论什么样的人 我们都应该走 学习中间第三的这种宣扬式的交流 中道 中道 那最后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 从早期 这个整个2000年教会的宣教典范 到看到穆斯林的光谱 处境当中 我们怎么样建立教会 带领门徒的光谱 到怎么跟穆斯林做交流 那最后我想问就是老师 对于今天华人教会越来越看重宣教 特别是穆宣 老师有什么一些想法 以及什么建议 就是说我们该怎么往前走 而不是只是停在讨论讨论讨论 而是有没有什么老师心中的话 想要来分享 我比较希望看到的是深深的扎根 就是如果要要要做跨文化宣教 一定要学语言 一定要认识当地的文化 还有他们的宗教信仰 他们的世界观 避免鸡同鸭讲 或者把自己的一套就强加在别人的身上 那第二个就是 在这些 这种创起地区的处境 通常是比较困难的 那你个人如何在 尤其宣教是如何在那个当中去 保持自己灵性的活泼 那个spiritual vitality 那这个很重要 再来就是跟团队 跟接着团队所彰显出来的这个 这个见证 最后才是才是那个开展事工 那那个事工当中当然最基本的 还是一对一的接触了 以我们的这种这种福音派的进入为来讲 就是在个人的接触当中怎么样 继续保持友谊 继续保持对话 然后活出出的样式 那这些也需要教会的理解 就是教会如果是一个差派的 我希望他是能够在章程上面 能够在办法上面把他定下来 那不要因为 我们有一些有负担的宣教是去到那边 你三年五年看不到 这个信主很大量归族 或是建立教会 然后就就把他的预算砍了 把宣教是召回来等等 就是集体的 整个教会对不是宣教的认识 也希望能够一起提升 能够一起走 是谢谢老师 老师提到其实几点 我觉得都是非常关键的 第一个是深深的扎根 就是我们要理解当地的学习语言 文化跟他们的世界观 第二个是很重要的是 在回应宣教当中 我们需要保持个人生命 灵性的活泼 才不会 因为困难挑战是很大的 可能留在本地多得多 如果我们本身没有一个蓬勃 有生命力的灵性的作为支持 大概很容易我们就burn out 就耗尽 第三个就是团队的见证 我们不单单是我们要讲福音 我们这群人一起同工的人 我们怎么样活出福音 第四个就是关于开展事工上面 其实友谊对话 活出基督的样式 人就是非常重要的 very personal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希望能不能做一个大的施工模式 一下子有很大量的果效 可是在这种监混地区 老师提醒到说 其实大部分还是需要 从这种比较personal的方式来进行 那第五个就是提醒教会 我们不能够直接用我们在本地的处境 去来去想宣教的处境 以至于可能我们在一些制度上面 需要也为了宣教士着想 因为我们怎么去评估宣教士 就会影响宣教士怎么在当地工作 那我们评估宣教士的方式 如果是依据本地的处境 做出来的matrix 衡量标准 我们其实无形当中就给宣教士一个压力 他要在那个地方复制本地的工作 那宣教士其实也真的很为难 因为如果不缴出成绩单 可能背后的教会支持的同工 就不再支持了 但是如果你硬要缴出那个成绩单 可能又跟本地的福音工作 门训工作又是非常格格不入的 以至于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说 很多时候 很多扭曲的情况产生 就是因为这样的落差 那我最后也是想问邱老师一个疑问 就是从教会段来讲 我当然今天听到了知道说 我们不能够用本地来衡量 这个跨文化宣教师的事工 可是也许有些人会说 可是我们还是需要衡量标准 不然我们怎么样 知道我们是负责任的 来使用上帝托付给我们的金钱财物 负责任的来使用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 那所以我心中的一个想法是 是不是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衡量的眼光跟标准 就是说不是没有标准跟评估 但是大概我们需要有新的标准跟评估的 因为我们设立什么matrix 就决定了这个工作会怎么发展 某种程度是这样 但我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 因为还是说其实 从老师接触很多宣教师的角度会说 拜托不要再去想一套新的评估标准了 这个我们旧的评估标准已经够累了 新的东西出来 所以我这是一个真心的疑问 就是说可能对很多教会的牧者或同工团队当中 他们的角度也许不是想要限制宣教师的工作 但是他们可能的出发点是怎么样逼这个faithful stewardship 做好好财务的管家 那关于这个老师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自己比较理想的一种典范 就是还是教会跟宣教才会比较紧密的合作 拆会一个制度健全的拆会 其实他们会有评估的 他会有监督 他会有鼓励 他会有培训建造等等 在比较创起地区的服事 就是这个部分是教会比较没有办法做到的 是是是 所以教会在某程度上面需要相信拆会的 这个从事那里领受的 然后把自己当成是普世宣教这个大使命的伙伴关系 当然我知道有一些的教会 他们会比较着重这些绩效管理等等 那个在本地可能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就是他总是要这样评估 那在海外尤其比较困难的地区 可能需要跟拆会一起多对话跟了解 是谢谢老师 我觉得老师其实有回答到我的问题 就是说与其教会自己成立一个community 想办法想新的matrix 我们还是不了解当地的处境 我们其实应该去寻找 这个有我们信任的拆会一起合作 那拆会当然这也代表我们拆会有责任 是我们需要好好的思想 怎么样去评估 怎么样的去装备支持远方的宣教士 以及反过来沟通 帮助我们的宣教士跟堂会沟通 让教会知道宣教士的状况 以及从拆会的角度 从一个对工厂有深入理解的角度的一些评估 那我觉得这个或许是一个更健康的方式 非常谢谢老师 我们已经超时了 但没有关系 我相信大家一定跟我一样都听得津津有味 但是我盼望 我们听完之后不只是津津有味 而是我们每一个听的人 不论你是在教会 在机构 还是在任何的岗位 我们都至少能够开始为穆斯林群体来祷告 并且问上帝一个问题是 上帝是我吗 你有差遣 或者是你有呼召我 或者是我们的教会群体 来支持远方的福音工作吗 但愿这样的一个分享 不是只是停在知识层面的 说哇我知道更多了好棒 而是我们的生命也会被上帝挑望 甚至领受一个新的异象 谢谢老师 谢谢董牧师 谢谢邱老师的分享 华人教会深受宗教改革之后的 基督新教传统影响 在诠释圣经时看重 因性称义的福音真理 并倾向以解决 罪咎的问题 以及如何在上帝的审判面前 能够被判为无罪 来作为我们诠释圣经的焦点 理解福音的焦点 而近年越来越多的跨文化宣教学者 开始注意到 新约圣经写成的文化脉络 其实或许和今天 我们理解圣经的文化脉络 不太一样 并他们开始用 honorsham culture的角度 荣誉与耻辱文化的角度 来帮助我们去理解 圣经所启示的好消息 并且探讨 这样的诠释 在许多地区做 跨文化福音工作的意义为何 下周我们邀请到 香港学员传道会的 陈一生总干事Patrick Patrick他一边服侍年轻的学生 同时也在英国 Aberlin大学 攻读新约研究的博士学位 我们特别邀请他来分享 从一个新约研究学者的角度 honorsham culture 荣誉和羞耻的文化 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诠释圣经 以及目前这方面的努力 有哪些我们需要留意的地方 先和大家预告一下 下周的分享会用许多 比较technical 技术性的字眼 但内容含量非常高 听到最后 相信一定会让你有 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们下周见